现在很多地方可以开放了 对 但是开放不代表是安全 是 那是因为经济关系 我们才开放 对 很多人要吃饭 所以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我们才开放 但是各位朋友 外面还是不安全 真的 说起吃饭这个东西 买东西也要省钱 对 我告诉你 你在哪里 在哪里 你给我找 有免费送费 又有巴黎这么大颗 新口味 传统口味的月饼 只需要99零元 你哪里找 你可以找给我 我跟你讲 今天我们全台 其实我觉得有了这个套组 对我来说是非常贴心 非常有诚意的一个套组 你懂 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华智和玉王都知道 大家过年过节的时候 一定要送离 但是在这种很艰难 很难的时候 要找百多零元 三百多零元的月饼 可以找 但是你可以省钱的话 好好就是省 今天两盒八颗月饼 只需要99零元 你也不用去麻烦地想 还要花一个30零元去送费 所以我觉得今天 你懂吗 玉王跟我们华智 真的是觉得好 我们帮大家 就比方说星星刚才讲的 年还是要过 中秋还是要过 但是要过得安全 就是这个选择 你现在如果再打电话进来的话 是吗 你会发觉到 打不进 没有问题 放心 我教你 我教你怎么找 现在你上网购买 怎么上网呢 你看到我们这个 QR Code没有 你现在只拿你的电话 少一下我们的QR Code的话 你直接 从要等这个十分钟 是吗 你直接一个十秒钟 就可以完成整个整个整个 delivery了 现在你只要点一下我们这个购买 你就可以把我们这个玉王带回家 最主要 我们那个东西 你会讲 Baki 你这蛮人吃月饼 怎么办 你看到没有 我们的玉王月饼 还是哈拉的组织 你懂没有 还是哈拉的组织 我们每一粒 你看到没有 160克 175克 那一种怎么样 185克加了那个带黄料 有重量 对 代表说里面真的是 真材实料 很确实的 是 外面我敢跟你讲 他们重不是因为那个月饼自己本身重 对 是外面的铁盒重 外面的包装重 但是今天你可以看到的是 我们走回传统 我们的包装也是用最传统的方式 做的一个包装 是 为什么 因为它把所有的材料 所有的成本 都砸在月饼自己本身上面 真的 最主要是什么 今天我们只需要一个QR 或者是一个上网扫的话 是吗 我们连送都是免费给你的 你不用想 99克 再加一个30克 再加一个40克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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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克 直接送到你家 你看我们今天的传统口味 来扫一下 有两颗是蛋黄料 我喜欢 还有我们这个好运连连一颗 我们的豆沙有一颗 还有我们这个绿茶 新的口味绿茶也是在里头 是的 没错 那当然除了有传统口味的话 很多人就想用一个价钱 可以吃到更多的口味 对不对 来 我们再给你火龙曼月梅的口味 是 以及流星黑芝麻 还有一个就是金沙榴莲 这三个口味也是他们家非常著名的 真的 我跟你说 玉皇的这一个月饼行 你上网买的话 单颗单颗多少钱 一颗要整十多块 十 十 二十块都需要 所以你自己围起来 一盒的成本价 已经是大概六十多令吉 七十多令吉了 真的 今天我们八颗只需要99令吉而已 所以不要等了 下面有一个Q2个 直接扫一下 上网抢购更加的快 中秋好康 带给您是玉皇的火口月圆月饼里 和美逢佳街贝斯青 美味月饼既相思 看来月饼好香 那今天我们有不同的口味给大家 首先我们有我们蛋黄莲蓉有两颗 好运连连有一颗 还有我们的红豆沙有一颗 还有我们Green Tea也有一颗 是的 没错 新颖的口味 有的就是火龙曼月梅一个 还有流星黑芝麻一个 以及金沙榴莲一个 这么多 最主要是什么 这八颗榴莲 八颗榴莲不是 八颗月饼在外头就要200多令吉 但是今天只需要99令吉 我知道 因为我喜欢吃到 榴莲那个口味 是的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喜欢 不要忘记要送我抢购的话 还可以有位赞给 去买Venju的Wenju Cash Pack 下次买东西的话 又可以再抢购一个五令吉那么多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天哪 天哪 我告诉大家 每一次八月十五或者是当在 我们讲中秋节的时候 我觉得最温馨的一件事情就是 大家一起坐在一起 大家一起爸爸妈妈孩子们 看孩子跑来跑去 爸爸妈妈一边敞夜 吃夜饼 谈天 多久已经没有做到的一件事情 但是很多时候你在想 现在玉琴我怎么回去 我回不到 或者是玉琴我的孩子这么老远 我不要麻烦他 OK啦 不要吵孩子 但今天如果你在看着我们这个节目的话 我觉得你走运了 因为Bucky跟星星有一个解决的方式 可以让你把这一颗心送回家乡 是的 没错 我相信很多人因为这个疫情 也特别注意到亲情的重要性 以前我们都一直在忙工作 一直在忙工作 妈妈打电话来 妈妈不要吵我了 我在这忙着 我等一下再打回给你 但是你没有发现到 因为这场疫情 把我们跟家人分开的时间拉长了之后 你才会开始回想 是哦 我平常那么的忙碌 原来我很少陪到家人 每一逢八月十五的时候 你有待在家里吗 还是跟你朋友在烤肉 自己想看一下 今年的我们没有办法去烤肉 也没有办法回家 是 但是你就会开始反思啦 其实那么重要的一个节日 家人真的很盼我们回家 跟他们一起庆祝这个中秋节 但是疫情的关系 我们还是尽量不要回去 只好把这一份误亲情意众 送到他们的面前 而且我觉得玉皇很用心 他们没有把这种 很贵很贵的那种包装礼盒 做成很fancy 做到是铁盒这样子 没有 他们保留着我们以前小时候 就是会坐在庭院 跟妈妈跟爸爸 一起在吃月饼赏月的那种包装礼盒 是 那就是因为他们把所有的钱 都砸在月饼自己本身身上 所以月饼一颗就160克 或者是175克 或者是加了蛋黄的185克 都是很重 很索利 很大颗的 看到吗 那感觉就好像我们传统 以前的小小的时候是吗 你会看到那种阿嬷做的那种月饼 真的觉得是非常香 你看到没有 我们这里传统的口味 我们有四种 首先我们蛋黄的莲蓉 我们给你两颗 是 我们好运连连就是里头的莲蓉 是有一颗 红豆沙我给你一颗 还有我们Green Tea也是一颗 但是如果你觉得我要服装一点的话 没问题 我们还是有新的口味给大家 就比方说我们这个火龙果的 还有我们这个黑芝麻的 还有我超喜欢的 就是我们金沙榴莲 你懂吗 我第一次吃到它的那个 怎么讲 果味的那些月饼的时候 是不是 你咬下去的时候 感觉上真的是 它好像吃着那个水果 最主要是什么 它根本都不甜 因为它是扫糖 扫糖的话就是说 不管你爸爸妈妈老人家吃 都不会觉得腻 然后你小朋友吃的话 也不会浪费 是的 那最主要的是 其实吃什么东西 我们都是适量吃就好了 对不对 像我们吃月饼的话 其实每一年就是8月15的时候 我们是最想去吃月饼的 那你看今年我们就要推荐你 我们的这个玉皇的一个月饼 这里有两颗是我们新颖的口味 我先来切这一颗 因为我相信很多妈妈现在一直在打电话 可以切看一下那个粉红色那一片给我们吗 可以 来 现在立马切给你 它叫做火龙曼月梅 你看 哇 里面正材石榴 为什么有一点一点黑色的 火龙果自己本身就是有那个种子在里面 对不对 而且最主要的是 你看我在切 你看到没有 它里面是满满的 你看它分布到很均匀 有没有发现到 因为有一些月饼它的那个馅你切好之后 你再切另外一个对半 你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对半一点点而已 但是这个给料真的给到非常的足 而且皮薄 馅厚就是这样子的道理 天哪 那个就是特别特别的香了 我再切多一颗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黑芝麻的吗 对 这一颗 小心看一下 因为它叫做流星黑芝麻 各位女士 我跟你说 这个我真的强力推荐你们 我一切开 知道你有没有闻到 闻到那个芝麻香的一个味道了 感觉就好像那种回到阿嬷的家 阿嬷煮那个芝麻汤的时候 对 孩子那边站在火前面 去搅拌或者是磨芝麻的时候 你家里的客厅都会弥漫着那个芝麻香 真的 它就是这个味道 天哪 我告诉大家 现在你看到没有 我们玉皇就把所有这个传统的那个方式 是吗 你不要这样 我看到我自己都 心里不平衡 你懂为什么吗 因为我知道你吃下去的时候 是不是 你吃着好吃 又有传统口味 又带着心意的这个月饼 你看 哇 阿爹 味道怎么样 阿爹 很好吃 你看 你看到没有 我们那个小朋友 你看 他吃着的时候 他一口一口咬下去 很快就把它咬完了 想想看 那个味道是有多香的 很多时候 当你吃月饼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腻 好香 因为那个月饼很快 就觉得很油腻 但是现在好像看起来都不油 因为有些月饼是 你吃下去第一口 那个味道立马 砰 这样出来了的 是 但是这个还是 一口一口地咬下去 然后那个味道是这样子 碰到138包已经迈出去了 你看 要赶快抢购 我告诉大家 因为今天这八颗月饼 我跟你说 来 看过来 我跟你讲一个故事 你在外面做得这么辛苦 每一天劳力了八个小时 九个小时 这八个九个小时是为了什么 而不是为了带回一个幸福 为了带回给爸爸妈妈开心 这两年 有可能去年的中秋 你都没得回去 但是今年我告诉大家 这两盒月饼 就比方说 你八颗星一模一样 你送回去的 不只是传统 你送回去的 不只是孝心 你送回去的 是儿子 你儿女 在这两年 没有得回想 看望爸爸妈妈的那颗星 真的 而且我跟你说 今天不是要你百多令吉 两百多令吉 今天只是一个99令吉而已 是 你今天在上网 随便点点两下 百多令吉了 对 今天有八颗月饼 有两盒那么十足成意的月饼礼盒 送到你父母亲的家 为什么不 最主要的是上网抢购的话 你又还可以额外再赚取 百分之五的Wall Cash Rat 真的 99 你再减掉五块钱 这两盒月饼 八粒 才多少钱而已 而且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给你传统口味 再加上新银口味 有哪些呢 来来来来 看一下好不好 我们传统口味 里头呢 我们有我们这个蛋黄莲蓉 然后呢 我们还有我们好运连连一颗 红豆沙一粒 还有我们Green Tea也有一粒 除了这些之外呢 我们还有我们这个新的口味 这新口味是来自果的味道 就比方说我们的这个火龙果 还有蛮月梅 我们这个流星黑芝麻 流星黑芝麻 还有我们的金沙榴莲 我跟你讲 这都是扫糖的 所以吃下去 天哪 你真的是好像吃着那个果的味道 是的 像我干妈自己本身呢 她非常非常地喜欢呢 就是粉红色这一颗 也就是呢 我们的那个曼月梅的 火龙果口味 因为呢 她吃了之后呢 她是说 这个口味非常的香 而且最主要的是 她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一个口味 所以哦 她吃了之后 她就觉得说 哇 我很喜欢哦 她一直吃了一片就再接一片 我在跟她视频的时候 她就吃完了一整颗 自己一个人吃完了一整颗 真的 真的 我告诉大家 另一个我超喜欢的口味 就是这个了 里头呢 就是我们这个看到没有 幸之利悦看到没有 天哪 我真的觉得他们那个瓜子 是 真的给到不手软了 真的 满满的瓜子 而且你看那个绿茶 多大 那个皮又薄又完整又美 你看到没有 你可以真的是看到 上面的这颗皮 跟里头的那个馅 烤得很好 都是很 怎么讲很大的分别 对 然后最主要是什么 你看 上面这个 根本都不会油 它就刚刚好 但是你吃起来 又不会觉得干 然后里面的瓜子 你一咬就 咳咳咳咳咳咳的感觉 我跟大家讲 你那感觉真的是 拍照的 拍照的 太乱 了 拍照的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